啊,你们有看我的ID是江南美人吗? 本局简直沉迷于车淫忧的角色美貌中,无法自白浪,已经达到每一集都要刷两遍的疯狂程度, 一边舔车淫忧的颜值,一边看剧情,感受一下来自车淫忧颜值的暴击,而这部韩剧大火漫改之作《我的爱丽是江南美人》, 网友对于车淫忧出演的男一,线上一直的高呼好评声,当然,这部剧也没辜负大多观众的期望, 从最初的7.5的评分,奋力值值到现在的8.0分,作为一个将整容话题搬上荧幕的电视剧, 既不能向观众传达一种整容极势豪的风向,更不能传达批判整容该词的反风向, 截至目前,这部16集的剧情片,已经更新至8集,而豆瓣分数也处于只上伤不减的趋势, 能够看出《我的爱丽是江南美人》,虽然讲述的是整容题材,但远远高于整容这个肤浅的阶段, 首先,剧情给了女主一定要整容的理由,女主,江美莱,大义今生,整容赋予了她一张漂亮的细面孔, 之所以下定决心在这张领上动刀,是因为想要摆脱孩童时期,被面貌所致培的恐惧, 因为胖,被嘲笑,男性的外号和故意的挑衅,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没有来得要承受这些嘲讽, 因为丑,被嫌弃,貌似所有人,对于长相好看的人,都十分的宽容, 貌似这个世界,不允许长相丑的人的存在,也许,整容是改变唯一的出路, 正因为经历过这样的经历,才使得江美莱想要通过整容改变自己的人生, 前因后果,和情和理,想要通过整容,过上平凡鞋,不被别人无缘由因为丑而滴死的人生, 换作是我,同样也会选择整容这条路,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抱着好看的蜂蜂千篇一律, 才想要去了解,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其次,剧情真实的在现大部分人,对于长相出众人的态度, 人人都喜欢美,追求美,尤其是长相美的一人, 循秀兰作为一个职程菜鸟去应聘,老板看着女儿的颜值, 直接抛出一句,只要像现在这样就好了,走在路上抬着箱子, 也会有陌生人主动上前询问需要帮助吗? 当小美的脸堂酷的梨花带雨时,周围人都恨不得一副将对方抱进自己怀中狠狠哄一般的着急样子, 这正常吗? 正常,甚至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于长相美好的,人, 总是自认为的将对方的一切,都认为是美好的存在, 趋利避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最后,男主手撕绿茶女儿的戏份不要太解气, 喜欢看这部剧的观众, 除了对车淫忧本人的颜值无法自拔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男主的分辨能力, 关注橘子电影微信公众号, Juzy Movie发送电影资源, 或许橘子军推荐电影资源, 坐在家里看经典大片, 这是这部剧不同于寻常剧情的亮点, 男主仿佛智商开挂一般, 轻轻松松能够分辨女生属性, 敌不犯,我我不犯敌, 敌若犯我女人我弄狂敌方, 从一开始就具有金甲护身的兜庆朔, 面对敌方玄秀瑶的柔情攻击, 丝毫不为所动, 板楠还有些想笑, 在厕所门外看着拉着自己袖子, 说喝醉了的玄秀瑶, 没有揭话, 一声令下, 将在门口等着玄秀瑶的男生们呼唤出来, 这段的神法转真的是让观众很受用了, 第一次二啊, 第一次在剧中男主拥有这样的超能力, 再也不用在屏幕外看着女儿故意为之, 男主傻兮兮, 不知情的剧情气得哑痒痒了, 此后的都静硕, 更是看了怪一般地上身位都对对, 嘴上说着对方完美, 实则想要给江未来难堪, 结果被都静硕一个侧击狠狠打脸, 击乎难下, 琴声欢赏, 都静硕被退出去帮助装作网词的玄秀瑶唱, 绿植的展弹台上一动不动, 对玄秀瑶递过来的话筒更是直接说道, 我不知道这首歌, 浑身自带八百米巨人千里之外的枪大气场, 独独队少丽莎气的江未来, 处处关心和保护, 将一众网友前倒不行, 这部剧看似是在讲整容, 但更多的是对我们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思考, 都请说在知道江未来整容后, 询问对方为什么要整, 因为每个人对相貌平平的人都选择苛责, 选择无视, 甚至选择欺凌, 若不是外界的眼光, 又怎么会选择在脸上动刀, 所以江未来选择了整容, 我们总是想要进入别人的生活, 告诉别人, 你应该怎么做, 你需要减肥, 你需要化妆, 你需要打扮得有女人的一些, 你很牢记, 什么时候需要轮到你来直直点点我的人生, 观众对于男主见女能力, 之所以拍手称宽, 更多的是因为女主性格软弱, 只能靠男主跳起, 来调大女儿, 恰恰剧情不同于现实, 可能每个人都盼望身边出现这样一个人, 但更多的是要靠自己, 对于不给自己留情面低人, 又何必唯唯落落呢? 所以,我们都要像魏英洛一样, 重要, 关注橘子电影微信公众号, Juzy Moly Faso电影资源, 或许橘子宣推荐电影资源, 坐在家里看经典大片。